週四 全球超過153萬人確診中共病毒 近9萬人死亡 英國首相約翰遜仍在加護病房 病情有所好轉 西班牙累計死亡人數超過1萬5千人 當局要求延長國家緊急狀態 英國首相約翰遜繼續在醫院接受重症監護 當局週四表示 約翰遜目前病情穩定又好轉 英國累計60733人確診 7,097人死亡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繼續代表約翰遜 主持應對中共病毒疫情會議 研討戰後最嚴厲的封鎖措施 週四 西班牙累計死亡15,238人 新增確診和死亡人數都有下降趨勢 但療養院死亡率仍偏高 首相桑吉斯表示 西班牙已接近疫情下降的起點 尋求延長國家緊急狀態令到26日 並提議向重建社會經濟的方案 法國疫情依然延峻 超過11萬人確診 10869人死亡 當局表示 下週15日將到期的居家防疫令 將再次延長 法國央行8日表示 法國今年第一劑經濟萎縮約6% 二戰以來最糟 德國週四表示 疫情爆發初期最嚴重的 北萊因威斯特法輪州目前形勢逐漸趨緩 考慮放鬆社交距離限制 當局強調 這並不表示德國戰勝了中共病毒 德國死亡率1.9% 在歐洲疫情嚴峻的國家中最低 意大利死亡率12.6% 日本感染中共病毒人數突破5000 累計105人死亡 東京都週四新增181個病例 創單日新高 累計1519人確診 東京都週二開始 將輕症患者移送到飯店隔離 騰出床位給重容者 東京迪士尼樂園宣布 延長閉緣時間到下個月中旬 另外 日本撥款22億美元協助日商撤出中國 印度5916人確診178人死亡 當局將火車改造成臨時病房 應對持續增加的病患 新唐記者李梅 名譽綜合報導 日本撥餡本 北美 日本撥餡本